作为现今当下游戏性能表现最为优秀的处理器之一 AMD Ryzen 7 7800X 3D在游戏表现上绝对对得起优秀二字 只不过总有不少人会想要询问 而对这一款游戏神优应该搭配什么样的散热器才合适 那本期节目就来和各位分享 AMD Ryzen 7 7800X 3D在搭配不同品类散热器下的表现究竟又有多少差异 不要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边 7800X 3D是一款8核16线程的处理器 在搭配TSMC台积电5nm制程工艺下 默认标称的TDP仅有120W 只不过由于Zen架构的设计 使得这一款只有8核心处理器的7800X 3D 少了一个CCS核心 再加上采用了3D V-Cache的缓存堆叠技术 使得这一款处理器在常规的散热发挥下 所产生的积热现象也比其他款是来得大很多 而为了验证这款特殊设计的处理器 适合搭配什么样品类的散热器 这一次我同样是准备了6款散热器品类来进行测试 分别是360水冷代表EK NUCLEUS AIO CR360 LAST-RGB 240水冷代表库高股价的PSIDO T5-240 12厘米双塔风冷代表Thermerite 利明的PA120 四热管单塔风冷代表PRO ARTIS 亚军 G3-A 12厘米下压式风冷代表DIQOO 九州风车 AN600 以及最后在Ryzen上线系列亮相的AMD原厂风冷 Ritz Vision幽灵灵净 碍于测试时长以及制作周期有限 还有一些散热器品类并没有纳入这次的对比 比如280水冷、14厘米双塔 甚至是旗舰6热管单塔双风扇 在这里先和各位说声抱歉 但在各位看完这期节目 大概率也会觉得少了这些品类 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 接下来为了方便给各位理解 同时也避免各位出现润脂混淆 后续的测试都不会以散热器款式来称呼 而是以散热器的品类来分类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开始进行测试对比了 首先我先列出本次测试的平台硬件给各位参考 此外考虑到测试的变量 这回的测试也从上期在i7-14700K上使用的Cinebench R23 改为了测试时长更长变量更少的Cinebench 2024 同样是连续测试10次后截取出平均数值 而这一次也是直接将满速模式与统一低噪音模式一同对比 方便各位做参考 在经过了连续10次的Cinebench 2024多核跑分后 表现最好的1084分和最差的1064分落差仅有不到2% 甚至6款散热器在满速与同一低噪音模式下的落差都不到1% 而根本能够算数是误差范围 切换到频率表现上就不难发现原因了 其中有3款散热器频内都跑出了全核4.7G的成绩 虽然另外三款出现了降频的情况 但降频的幅度也都仅有最多0.1G 并且时不时还是能够达到全核4.7G的时候 因此最终的成绩落差也都非常的小 而且这6款上的一些频类各自在满速与同一低噪音模式下 都维持几乎一致的频率表现 接着来看看温度表现 表现最好的自然就是360水冷 但和成绩最差的12厘米下压式风冷以及AMD原厂风冷 不论是满速又或者是同一低噪音模式下 落差也仅有7度 要知道这是接近满载的性能测试 同时散热器之间的规格差异相去甚远 仅有7度的温差显然是不够现实的 这就很好说明主要原因在于7800X3D的激热现象 又或者是能够说是处理器顶盖的散热 感不上散热器本身的散热性能所导致 最后是测试时的功耗表现 所有测试局稳定在81至85W之间 撇开不同品类的散热器所带来的实际功耗所耗情况 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使用7800X3D进行类似CNPX2024的全核性渲染场景 这6款散热器品类基本上都能胜任 当然其中两款也就是AMD的原厂散热器和12厘米下压式风冷 会显得格外吃力一些 但最终的性能影响其实也都非常小 所以勉强还是能够过关的 过以上的测试仅限于我手上这颗7800X3D的测试结果 加上测试的环境室温 搭配的机箱风道等 和各位实际使用还是存在一些区别与变量 因此如果是以这类满载渲染场景来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机箱风道不太差的情况下 最低限度是可以使用四热管单塔风冷的 而如果在一些小机箱又或是风道表现比较不理想的情况 那么还是建议使用240水流或以上会省心一些 不过这是在以全核心满载为使用场景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相信多数的选择7800X3D 都是重择它优异的游戏性能表现 因此接下来就算来和各位分享 在多款游戏下的性能测试对比 在开始实际游戏测试前 我也跑了3DMark CPU Profile 来看看单线程与多线程的测试成绩 最终可以看到单线程的成绩落差仅有0.5% 而最大线程成绩的落差也都仅有1% 虽然理路性能测试看起来没什么差异 但最理想还是以游戏实测来进行对比 最终我选择了4款不同占用表现的游戏进行测试 当然有些个别占用更高的游戏 比如城市天际线2这类游戏不在我的游戏库里头 所以目前暂时没办法进行测试供大家参考 不过我也会承诺这部分测试会在日后不断优化 以提供更多的参考价值 测试环境采用的也是比较符合日常使用的统一低噪音模式 同时均以1080p分辨率来进行测试 首先来看看CS2 单中除了12厘米下压是风冷以外 其他5种散热器品类均跑出几乎一致的性能 频率表现可以看到自12厘米双塔风冷开始的表现为最好 4日款单塔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频率下降 而在温度表现上对比最佳的360水冷和最差的AMD原厂风冷 两种散热器品类的温差在15度左右 反而是在游戏测试上拉开了温度差距 再次证明的是处理器的积热 导致冷漫在散热性能无法很好地发挥出来 然后是X3D系列最佳游戏Dota 2 和CS210一样 唯独12厘米下压是风冷在性能表现上落后一截 频率表现的差异则是更小一些 温度表现上最佳与最弱的温差也缩小到了10度左右 看来比较吃缓存的Dota 2 对于散热器性能的需求会相对更少一些 接着是偏重于记忆体内存性能表现的绝地求神POPG 在这里出现了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上半部分360水冷、20水冷和12厘米双塔风轮的组合表现较为一致 而下半部分四热管单塔、12厘米下压式以及原厂风轮的组合表现 对比上半部分均落后个9-12帧左右 也就是约3%的帧数差距 频率与温度表现相较于前面两款游戏的落差更小一些 而基本上不对比或许根本分辨不出采用什么散热器品类来压制 最后是偏重显卡表现的当机游戏 赛博风格2077 从四热管单塔风冷值到360水冷表现较为一致 剩下的12厘米下压式风冷 以及原厂散热的帧数表现会稍弱一些 落差在2-3% 而频率表现与温度落差表现是四款测试游戏中最少的 六款散热器品类在频率以及温度表现的落差 我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总结这四款游戏的测试结果来看 在游戏表现上搭配四热管单塔风冷 其实就能发挥出7800X3D超过97%的性能 虽然某些游戏或许会出现性能烧弱的问题 但也仅有在对比最佳散热状态下才能发现出来 日常使用上我个人觉得是没太大影响的 至于12厘米下压式风冷和原厂风冷 我认为是需要搭配一定的降压手段 比如采用PPO2又或是Hydra软件等 但不推荐采用电压偏离设置来进行降压 原因是X3D系列的3D V-Cache对于电压是有一定的需求 电压过低会让这个超大缓存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因此没有一定的折腾能力 我建议还是不要进行电压偏离设置为好 不过经过这一次的测试结果 我也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最后在Ryzer 3000系列亮相的U00进散热器 放到现在用来压7800X3D 居然还能够有出乎我意料的表现 我认真的觉得如果AMD或是对应的代工厂在优化以下 推出新一代取代U00进的款式 应对现在的7800X3D应该是不难的 只可惜这款U00进在Ryzer系列已经成了绝唱 就不晓得日后AMD会不会推出一款 取代U00进的最受欢迎原厂散热器了 对于7800X3D来说 其实它并没有需要特别强悍的散热器品类来压制 只不过因为它的特殊设计 导致它不论使用什么散热器 差异都非常小甚至是没差 进而导致很多人会误以为 7800X3D就一定得用水冷之类的 加上相比起上一期的i714700K来说 7800X3D普遍更多人就是拿来专门玩游戏用的 因此使用风冷也不会有太多的散热焦虑隐患 而那些因为待机温度而焦虑的朋友们 我建议还是帮过你们自己好一些 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发表的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AMD Ryzen 7 7800X3D 应该搭配什么散热器的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也不妨点个赞 而新娘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